人生一世 最重要的事情 莫过于衣食住行和吃喝拉撒 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现代 实际上这些 都是人们永远无法绕开的话题 那么古代皇帝上厕所 究竟是不是自己 动手擦屁股呢 古人是如何上厕所的 实际上古代 在春秋战国时期 上厕所还十分不讲究 除了皇宫中 有一些上厕所的工具之外 民间甚至还没有厕所这玩意儿 那时候人们上厕所 基本上就是找一个角落 躲起来就可以上了 甚至是不分男女的 毕竟那个时候 男女思想还比较开放 不像后来那么保守 民间厕所 是到了汉唐时期 才逐渐发展起来的 并且在唐纵时期 已经开始区分男女厕 不过那个时候的厕所 十分简单 基本就是挖个坑 放上几块石头 或者搭几根木头就可以用了 一旦到了下雨天 就十分危险 很可能一不小心 就会掉在厕所里 淹死掉 这种简单的厕所 还有一些污染环境的大问题 一旦下雨或者连续干旱 都会导致厕所气臭无比 只是幸亏那时候的环境 还比较好 氯化面积大 对空气的净化 比较迅速 要是换在今天 估计能把人臭死 要说厕所的发展迅速阶段 应该就是明清时期 尤其是清朝时期 不管是民间厕所 还是皇宫中上厕所的问题 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民间开始形成汗厕 也就是我们一些农村 现在依旧残留的 那种简陋厕所 当然 我们今天研究的 实际上不是民间厕所 而是皇宫中的上厕所问题 在皇宫中是十分有意思的 在故宫中现在还有一些 明清时期皇帝所使用的官房 也就是类似于 马桶一样的存在 不过这些官房 做工和设计 都是十分讲究的 皇帝与皇后所用的官房 材质大多是上好的木材 而一般工女 则没有自己私有的官房 而是大多统一在一个地方 放一个很大的 类似于马桶的东西 工女太监想方便的时候 直接进去方便即可 但是方便完之后 要清洗干净 以供下一个人使用 想必说到皇室所用的官房 很多人都会想到 慈禧所用的那个奢侈的官房 用檀木制成 一看就十分高端大气上档次 也许说了这么多 人们还是更加关心 皇帝上厕所 到底是不是自己擦屁股 那我就继续再说一说吧 皇帝如何上厕所 前边说了皇帝上厕所 用的是官房 那么皇帝上厕所的流程 是怎么样的呢 当然也并不简单 或者说皇帝上厕所的流程 可能一般人 根本就承受不了 因为在皇帝上厕所的时候 城市十分复杂 而且从唐宋以后 皇帝上厕所 甚至都不是自己动手的 比如清朝时期 皇帝上厕所 一般都需要一群人 为皇帝服务 有准备手指的 有拿官房的 更加离谱的是 皇帝想要上厕所 还不能那么随便 需要根据流程一步不来 旁边还有一个太监 发号施令 要是一般人 可能早就忍不住 弄在裤子里了 既然皇帝上厕所 都是需要别人来服侍的 那么是不是擦屁股 也是别人帮忙呢 这个问题史料上 没有准确记载 不过根据史料来看 我觉得应该是 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的 以唐朝为界限分开 在唐朝以前 应该是自己擦屁股的 为何这样说呢 因为有史料记载了 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 就是春秋时期的静景公 这家伙因为不幸迷信 有个算命先生说 他会在一年后去世 静景公坚决不相信 到了一年的期限之后 他打算证明一下 那个算命先生的话是假的 结果在证明之前 突然感觉肚子有点不舒服 就跑去厕所方便一下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静景公这一句不反 在厕所里结束了 自己年轻的生命 单纯从静景公 掉在厕所里淹死仪式来看 这个时期应该是 没有明清时期那么繁琐的 皇帝上厕所 应该还是自己解决 要不然也不至于 会掉在厕所里边淹死 也就是说这个时期 皇帝上厕所 应该是自己擦屁股的 但是到了唐朝以后 尤其是有了成诸理学的出现之后 封建王朝的封建程度 得到一定的发展提升 到了明清时期 可以说封建王朝 达到一种鼎盛阶段 这个时期的皇帝 拥有绝对至高无上的权力 所以就连上厕所 也不愿意自己动手了 单纯从清朝一些皇帝或者皇后 上厕所的史料记载来看 我们就可以明白 当时的皇帝上厕所 都是有太监专门服饰的 所以大概率来说 应该太监还要 给皇帝擦屁股 毕竟皇帝的龙手 是不愿意亲自去接触 那些污秽之物的 不过关于这种隐私的事情 也没有史料 充分详细描写过 所以这也仅仅只是 一种推断而已 至于皇帝是不是自己擦屁股 我想大概率 应该是看心情吧 有可能有时候会自己动手 有时候不愿意自己动手 毕竟他是皇帝 谁也不敢说什么